一名粗心的砂石车驾驶凌晨开车上路 却疑似没有固定好车上的石块泥土 一边开一边的洒 也嗨了后方车主闪避不及 一头撞上 保险感因此受损 而现在砂石车驾驶恐怕得吃上至少3000元的罚单 凌晨开车上路光线昏暗只有路灯照明 没想到开着开着竟有砂石在路上 还好驾驶反应快速急忙闪过 但没想到后头又出现一堆土石 这下根本躲不掉直接撞上 近近眼前这幕车主心好痛 好断断的车子不止轮胎泥土卡好卡满 保险感也严重毁损 就怕沿路的砂石酿成更多意外 警方跟巡守对道场徒手清理 调阅监视器后发现凶手就是这辆砂石车 3号凌晨他行进快速道路时 疑似没发现这大大小小的石块泥土没固定好 边开边洒一路掉了数十公尺 没过几分钟后方的汽车驾驶就遭殃 经扩大调阅座边工厂监视器已掌握 已是造势车辆 目前已正在积极通知道案说明 粗心砂石车驾驶违反倒交条例 恐怕得失上至少3000元的罚单 还好这回没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马路意外多上路前得小心再小心 毕竟没有人想要发生汗事 记者林珠强桃源报道